關於香港泊車位不足夠的問題 施智山何回認為是因為政府錯誤的泊車位政策所致 進為第一句何不食肉微 後人就一直批評他甚語 剛才副局長也說政府鼓勵市民承搭交通工具 我在這裡主席想要求政府稍後公佈給市民聽 在現在我們身處的政府總部有多少個車位是供應給官員上班泊車用的 官員就是有足夠的車位 市民每次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現在大部份的人有車都不是上班用 根本已經是天荒夜譚了 特首招聘青少年入政府 就是希望有效地吸納青年聲音改善施政 但在這個之前我真的希望官員聽聽一些基層年青人的聲音 其實他們開車不是想上班的 不是想上班要開車 而是想有輛車可以假期的時候 載女朋友去一些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去玩一下 但就是因為政府限制了全港的車位數量 令到年青人想找一個泊車位都很難 現在很多年青人都已經說買樓很難了 不能結婚了 誰知想買一輛車假期 在下女朋友出街玩一下 哄女朋友 維持一下那段感情都很難 原來是 我們也都向職業坐車司機了解過 他們的反應在不少的商下 其實泊車位是少得可憐 有些只有一個或兩個位 但因為那些客人是指定交收時間 他們沒有辦法入到停車場泊車位 就是在街邊泊 結果被人投訴 下班的車都不能夠泊在家附近 是因為沒有車位 唯有泊在很偏遠的地方 新聞經常都賣 唯有你們如果可以的話 就去一些地區的組織去了解一下 更不要提起在上班的時間 日常的時間在中環 那些運輸工人因為要把車泊到很遠 然後在行人路運貨 撞到一些途人 我自己都這樣親身經歷過 所以獅子山學會就認為 政府其實應該大幅地放寬地產商 建屋時或興建樓宇的時候 興泊車位的數量 如果政府繼續以限制車輪的數量 就以為能夠限制車輪的增加數目 其實這個已經是被事實所否定了 而且只會更加加深社會上的矛盾 和市民對政府的不滿 多謝